大清舞台感动人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林一如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介绍的这位 是歌坛才子王杰 不过一想到他 你一定会想到 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浪子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时间 拉回70年代的末期 台湾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所谓的巨星断层 不过这个断层 就是让王杰给补了起来 从一场游戏 一场梦开始 王杰就以惊人的姿态 横扫台湾歌坛 不过我们来看看之前 台湾的歌坛 真的是陷入了空前的低潮 毕竟从刘文正 崔塔青跟凤飞飞之后 已经太久没有巨星诞生了 不过王杰一出道的时候 他忧郁的外表 沧桑的歌声 让大家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歌坛浪子 这样的形象深植人心 不过很少人晓得 王杰在还没有出道之前 曾经有一段 相当艰辛的岁月 他不仅仅是做过 油漆的工人 酒吧的歌手 计程车司机 快递员 甚至是替身演员 这中间的心路历程 如何从一个 三餐不济的人 到爆红的巨星呢 在解密台时 我们先来看的是 王杰的沉迷之路 1990年代 歌坛出现了 独特的嗓音 王杰带起了 漂泊浪子的风潮 皮衣 牛仔裤 一脸酷样 沧桑的嗓音 让他一出道立刻喘红 26岁爆红的王杰 年纪轻轻 但是却像是历经风霜 因为他从小生活 十分困苦 父亲王霞 是香港少士二线武打演员 王杰两岁就跟爸妈搬到香港 很多人都以为 我是在香港出生 其实不是 我是在台湾出生 可是因为太小的时候 就被我父亲带到香港去 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 我是在香港生的 移民到香港 王杰展开新的人生 或许是遗传了 父亲的演戏天分 年纪轻轻就登上大一幕 你整天用帽子遮住脸 一定见不得人 我要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 你要记住 想摘掉我的帽子 不是用手 而是用剑 我其实很小啊 从三岁就开始演戏 演到现在 小时候当同性的时候 还蛮红的 走到街上 有人知道我是谁的 你叫王杰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不叫 我叫王大卫 不过好景不长 王杰在香港 历经了黑暗的童年 十二岁 父母离异 爸妈都不愿 把他带在身边 于是他被送到了 进宿学校 长达五年的漫长岁月 他的父母 只来看过他两次 小小的王杰 那时候心里还很高兴 想说父母亲离婚 这下没有人管我 我觉得天高皇帝也 可是呢 慢慢的再大一点 他就发现 为什么逢年过节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亲 同学的父母亲 都会带一些吃的来给他 可是他呢 都一直没有人探望 所以小小的王杰心里 就还是蛮难过的 鲜血竟是他独立 也开不住 心愿断成如彩虹 抓也抓不住 他难免是心里会 对他造成一些影响 而且看到其他的孩子们 都有父母亲在身边 都有父母亲在身边 一家团圆和乐的情况 就算是家团圆和乐的情况 在这边 蜑螺中 上 在这边 年龙中 在现在 我们 建监 在这边 真的 通过 在我印象中 我长这么大 除了小孩子 刚生出来那段日子 就不谈 以到我懂事来讲 到现在 我似乎好像也还没有 真正地过过一个幸运 我们那时候穷光蛋一个 看到要给你红包 又很不甘心那种感觉 所以 基本上我自己 没有怎么样去过过年 17岁 王杰学校毕业 回到了台湾 由于拿的是香港身份证 很多老板不敢用它 他只得过着 颠沛流离的生活 当过油漆工人 做过计程车司机 派报 快递员 常常有一餐 没一餐 他几乎是一个360行 大概已经做了350行 做过太多工作 因为从小上的背景 让他从台湾到香港 后来转行当武打的替身 飞车等等这些的经历 其实他生活跟他的人生的历练 基本上是真正化成等号 我觉得尝试过这么多工作 对他人生的力量来讲是有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在准备的人 机会来了 他可以抓住机会 马上就可以起来 我想这部分应该是 他人生当中 为什么可以唱出很多人的心声 这些生活的经验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也是累积他很多 心理层面的一些想法 透过他歌声 他把他呐喊出来了 当年王杰还是个不善交际的小伙子 在加入武行当上替身演员之后 常常因为身手敏捷获得演出 为了多赚点钱 为了多吃一个便当 哪怕是没有百分百的安全措施 他都一样过出去 这是你自己吗 对 没错 都是我自己 这上公寓的楼梯 这也是我 拼命演出 对导演一向原厅继承了王杰 终于在一次拍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其实炸弹是最危险 尤其是汽油弹 因为汽油弹它是会贯穿 那个一个小小的孔都会贯出去 对它 就当时那个门又卡住 我自己在里面我都吓坏了 我一直在踹那个门 然后那个安全带又拔不掉 为了维持生计 王杰好几次和死神擦身而过 个性倔强的他 不仅相当自豪 甚至认为这是五行间的荣耀 一种战机的深刻烙印 其实他的个性还是不改 因为以前做五行 做五行都是说 什么事我可以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我来这样子 就当了大明星也还是 想说什么事情他都自己来 玩飞车也是啊 在他MV里面 他那时候已经红了 他不需要这么冒险啊 他也是照飞 那时候光他的手镜断掉 二十几次过了 后来在拍电影《七匹狼》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的镜头 一个惊险镜头 他手又断了 断了之后呢 那时候导演是朱延平 他也这样手断了给朱延平 那时候导演 朱延平说 什么事我手断了 出眼皮一看 当场就昏过去了 吓了他这样 然后那个副导演一看 也昏了 然后弄得他现场一团乱 我觉得在我生命中 比较重要的三个人 第一个一定是我女儿 因为我女儿其实 我觉得她给我的精神 知识蛮大的 在那个时候来讲 然后第二个人就是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李世鑫 因为不瞒大家说 那个时候其实我日子 几乎每天三两天都要给她接一次 请掉头村 否则真的活不下去 那第三个就是李世鑫 终于王杰的人生走出阴霾 因为他的机会来了 无意间音乐制作人李寿泉 听到王杰录制的demo带 觉得他的嗓音特殊 因此决定替他发行专辑 那这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王杰的第一张专辑 一场游戏一场梦一推出 立刻雄霸音乐排行榜第一名 整整长达半年的时间 生活一向不大顺遂的他 终于苦尽甘来 其实在这个圈内 我等于说从小看到现在 很多能暖的东西都看过了 不管尖酸刻薄的 或者是有温情的东西 其实看蛮多 所以为什么我来到歌坛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有一种心态 做歌星也好 一人一样 总是有起起落落的 专辑推出后 让王杰的经济条件 获得很大的改善 接下来发行的每一张专辑 销量也都是20万张起跳 生活像是一把笔刃 也是一颗试炼石 尝尽人情冷暖的王杰 从真实生活体验中 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 哪怕是现今的天王刘德华 当年都还是MV当中 匆匆一笔的配角 王杰却已经用他 沧桑哽咽咽的早音 征服了全台 两千万人的心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心中的火 真没有一点光荷热 其实王杰的人生 真的像是一部高潮迭起的剧情片 在25岁之前 他的家庭破碎 颠沛流离 25岁之后一夜成名 他的歌声震撼 感动了无数的人心 也终于他也不用 再为三餐奔波了 不过大红大紫 风光无限的背后 王杰却过着 外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日子 包括他曾经为厌食症所苦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热线追踪的节目现场 陈明对王杰来说 其实是生命中 不可承受之重 王杰曾经说过 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出风头 当老二最好 可是太多第一名的同学 让他真的是喘不过气来 那个时候他的压力大到 会一边洗澡一边哭 另外就是没有时间吃饭 他举过一个最传实的例子 就是因为当时 记者的访问非常多 有一天他吃饭时间 接受记者访问 结果餐桌上摆了一盘花生 他看到之后很想吃 每次生筷子一夹 结果记者的问题又来了 他只好放下来 赶快回答问题 最后他用力一戳 结果整盘花生打翻 真的是相当的狼狈 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品质 让他变得不爱吃东西 得到了严重的厌食症 那个时候宣传唱片 为了爱 孟医生 就是每天跑完通告 他就昏倒送医院 后来医生就警告王杰 如果再这样做下去 你可能过不过百里 1987年王杰他自歌谈的成员时宣传 一场游戏一场梦 古瓦外形 嘶吼唱腔 二十三年过去了 漂泊浪子的歌声 依旧没变 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己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一人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竟然说五千块钱 一张唱片就拔死人了 这等于是没有唱片 没有看这边 你历史就是 哦不过这 只有五千块钱 对啊 那一年才出两张 出一张唱片才五千块 那时候录影根本 新人很难有鞠马被拿 真的想说一年才一万块生活费 我去打两份工 我还在唱 我唱歌我从来不太喜欢去抖音 甚至于我要喜欢短音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说我不会唱歌 他的声音是真的很有色彩 第二这首歌 王文青的歌是一个好歌 那他打众很多人觉得说 爱情是非常虚幻的受伤的 所以一切事情就像一场游戏 说他的歌声 就是觉得特别的沧桑 然后就觉得听他的歌 你就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充满了孤疾 然后会激发很多女性 这种粉丝的这种母性 就好想去保护他 关心他 所以王杰才会这么受到喜爱 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就一炮而红 销售量突破百万大关 王杰独特的嗓音 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 天进耳里 就如同胸口被画着一道伤痕 触动许多都会男子 内心深处隐藏的孤疾 再加上他忧郁销售的脸口 获得同是天涯 沦落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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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可留在心底 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哇 怎么声音那么特殊 怎么声音会内容元素上 让你觉得 干嘛带那么鼻音的哀怨 因为它鼻音的共鸣很强烈 但是从创作的角度 它是当年算是一个 很多人认定它唱了很多人的心声 尤其可能在那个时期 很少有人唱疗伤的歌曲 所以从疗伤歌曲角度来讲的话 它应该算是一个 华语歌坛上的疗伤鼻足 我那个时候有替他下了一个 一个个人的形象的slogan 叫做昨日的浪子 明日的传奇 今日的居心 意思就是说很少的新人 在一开始就这样去讲 说你以前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浪子 意思就是说将来 有些什么事情被挖出来 我们也可以比较名义 那过去的歌手 都要包装得好好好的 那王杰这个直接喊他为浪子 算是一个突破 所以我觉得这些 整个事情产生的一个忠孝 会让我觉得很多人 会觉得它是一个有点可怜的 哦你是你是你 才看我如此的沉默 徘徊在你的床口 尊重着风雨的折磨 只要你告诉我 你会永远爱我 别再让我眼泪流 让我能够重新拥有你的温柔 是否愿意让我停留在你心底 最深的角落 走风的开始 一连串马不停蹄的宣传打歌 即使尝到成名带来的光鲜亮丽 王杰依然保有原本直率 不错错的个性 简单女仔裤 衬衫 上其木 和当时歌星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王杰的形象是平易近人 完全不会化重其重啊 从他的服装打扮就知道了 是一个非常朴实而无法的意义 所以我来到这个圈子之后 我不管是服装啊 或者是我脸上啊 其实我不化妆 我也不弄头发 我就自己这样随便穿穿 我就来了 但是要这么讲 并不是不尊重制作单位 但是我只觉得说 我是一个唱歌的个性 我是一个制作人 我不应该 我不是一个偶像 所以我不需要去搞那么多的 我只要觉得我自己舒服就好 那我还记得 其实王杰一开始的表演是比较深色 虽然本人是一个比较潇洒不济的 可是毕竟新人吧 而且在那个年代 我们对于这种实力派歌手 比较不会花钱去替他做太多的 所谓肢体的训练 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 他去上电视录单歌或是拍MV 基本上是肢体比较生硬的 然后就是可能在这个前面走来走去的那种 当年的王杰 给很多人是觉得他很孤僻 觉得他 甚至有人觉得他高傲 有人觉得他不好搞 有人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 甚至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好相处 在台前唱歌 酷酷的表情 在台后不和人互动 当时很多圈内人都觉得王杰耍大牌 其实这是他的保护色 黑暗之中 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黑暗之中 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明天的我 又要到哪里停过 所以在第三张专辑的时候 主打歌词是我帮他写的 叫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做一个新的诉求 也算是有点点消毒吧 那也算是 替他内在 就是你看起来他拥有了很多 名啊 利啊 女朋友啊 可是好像这件事情在他心中 永远是一个脆弱的城堡 为止的旋律又响起 是否我 真的一无所有 黑暗之中 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他不善面对媒体 他不善面对 就是摄影机 他不善跟别人做交谈 其实他内心是很澎湃的 你可以从他每次的创作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他 其实有很多他心里的想法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出来 以前来讲 自己本身比较少交到朋友 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 实在没什么朋友 然后可能环境的关系 然后后来是因为 常常有人觉得说 你是不是蛮拽的 除了大头正的负面评价之外 歌坛声望如日中天的同时 王杰已经不再是那个 三餐不计的流浪汉 他已不再流离失所 专辑张张畅销 动辄突破百万销售量 将王杰推向歌唱生涯的高峰 然而走红的背后 竟是赔上健康的代价 哦 这样的世界 太阳何时出现 看那上帝也都会流下眼泪 因为天的心就是你的心 问你是否真的能了解 连上帝他也都在哭泣 不为何人们不怨不住 曾经营 在那么红的时候 他真的是必须要量产 在量产但是没有 值得控制的情况之下 所以王杰非常的痛苦 那时候他就得了忧郁症 跟厌食症 那说他每天到录音间里面 去看那个麦克风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 然后非常的痛苦 整个人突然爆瘦 吃东西没有味道 看到任何人都觉得 都是对我有敌意的 他升到那个阶段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跟他的音乐 没办法连接在一起 毕竟他的音乐部分 有很多东西是 没有那么强烈性表达 某些灰暗面这一块 那尤其他 他得了厌食症 让自己整个身形改变 到完完全全已经是 不成人形 我去把他继续一看 一看就 就差不多了 就在那边快要快要睡觉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吃了还没药呢 还是他写了遗书让你看到 我没有我不写遗书的 真的啊 我不写遗书的 你觉得没有什么好牵挂 没有什么好交代了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反正我也不知道 吃安眠药 想逃避工程名就 带来的极端疲倦 就在唱品公司大量压榨创作 自己涌入工厂般的 大量生产音乐 对唱歌激进麻木的王杰 开始试着从歌曲中表达情绪 懂得反抗和愤怒 当我对自己许下承诺 狂风和暴雨都在笑 我超越每一座山峰 我不让眼泪流 我要像太阳如后 人间有没有英雄 把所有的梦打破 把黑暗丢开 让阳光照进来 我的兴趣来讲是音乐 所以我觉得音乐在我这一生当中 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擅长 用言语去表达任何一件事情的人 在我的个性来讲 我是习惯把我自己的情绪 把我自己想说的话 全部用音乐跟词来表达出来 连续有两张是跟大副人的关系的表情 这个叫孤星 比较像太阳路口 我要讲说 其实王军那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种形象 这种形象 就是唱片公司比较想要乘胜追击的一种 就是孤傲 桀不选 沧桑 然后独自在天地街奔走 好像什么都没有 就像天天一颗姑息 身上背负太多固扰岁月的伤痛 王杰的冷聚汉孤傲 在略带哭腔的嗓音里 银贴更多惆怅 鲜花 掌声 名利 爱情 都是破眼云烟 劫世悲歌之所以动人 那是因为王杰用生命的克服 唱出人们心底最孤独的声音 凡人乐坛至今无人能取代 永远陪着你走 长期忙碌的工作让王杰的身体健康一度亮起了红灯 由于厌食症 让王杰曾经报受到只剩下将近40公斤 为了要恢复身体健康 在1994年 王杰听从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进行疗养 身体是恢复了不过感情路上的情伤 却是久久无法痊愈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告诉您王杰的感情故事 欢迎回来我们热线追踪的节目现场 其实一直以来 王杰的形象都是很忧郁的 每张专辑都是感伤的告白 仿佛王杰真的有吐不完的心事 说不尽的哀伤 其实王杰在12岁那年父母离异 16岁开始在繁华的都市里头流浪生活 19岁就有了第一段婚姻生下女儿 但是不论她再怎么样努力 她的第二段婚姻 也如同前面感情截止的翻版 太太离她而斥 不过她最让人熟悉的一段情 还是跟歌手方文林 那段轰轰地利的感情 日前在北京五科松体育场开唱的时候 王杰在上万名歌迷的支持之下 数度泪洒现场 感情丰富的她 还道出了不堪回首的一段情 并且借用阿娇的名言 究竟是我太傻还是太天真 我当时有曾经真的喜欢过一个女孩子 而且她是一个歌手 是谁 我记得当时她刚出道没多久 我知道她很喜欢我 我也知道我很爱她 我这个人比较害羞 我不太敢讲 结果到最后呢 她终于就脱离了娱乐圈 她嫁给另外一个男孩子 我说 我是不是太傻还是太真 因为我就是那种 未来爱梦一生的人 在2010年的北京演唱会上 王杰谈起往日期 感情丰富的她一度累撒现场 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爱 她始终很难忘怀 王杰和方文宁的习日恋情 曾经轰动唱片圈 在歌坛还被誉为金童玉女 MV中两人合拍婚纱照 互定终身 但在现实生活里 却是有缘无分 我相信她到现在还是很难忘记方文宁 因为两个当年在不顾众人反对 然后俊男美女这样子 这样子的组合 然后再以一句新闻来讲 每天大家都追着跑这样 因为宣传唱片相识 王杰的浪子形象深深吸引着方文林 当年还是飞音三叔的方文林 不顾自己玉女歌手的身份 大方公开自己跟王杰的恋情 一度让恩师有文正气得跳脚 她在第二段章节的时候 其实就跟我们公司同门的玉女 也就是被视为是这个 杨林的接班人方文林 事实上谈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所以那个时候 算是才子佳人 然后闹到就是这个报警 其实非常爱follow他们的事情 那可是这整件事情 一旦我们说是爆出来 当然对有一些人 还是会有产生一些幻念 在飞音三叔里面 方文林是最看好的一个 然后也是最漂亮的 所以那时候方文林 甚至还听了王杰的建议 还说要把她那头招牌长髮给剪掉 那把刘文森跟着气到不会讲 两人交往第二年 方文林为爱剪去一头招牌长髮 青春偶像大胆公布恋情 不顾众人反对 不顾王杰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一个孩子 方文林勇敢去爱 而不善在媒体表达心声的王杰 则是替方文林写的歌 诉说爱意 她不善去说我爱你 她不善去说我爱你 虽然她后来专辑有出了一张专辑叫我爱你 但是她可能比较容易在歌曲当中 去明确地说出这样的话 相处四年多 方文林为爱牺牲 把时间都给了王杰 而王杰则是爱的用力 也爱的刻骨 回头看这段恋情 方文林曾用龙中鸟来形容自己 爱你 我不能失去你 爱你 我不法忘记你 爱你 我要生命捕换你 方文林为了她是没办法踏出门 要甚至用组不粗户来形容 甚至方文林甘愿为了王杰放弃大好的前程 可以明白地跟刘文正说 我不要当明星 我不要了 她甚至可以那么白地讲这些话 你看爱情的力量都伟大 方文林为了王杰淡出演艺圈 但王杰缺乏安全感 一心病重 种下两人分手的原因 轰轰烈烈的恋情 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 当你说要走 我不想回首的时候 爱情终究是一张工 谁说我两地过去 我最近世界下子 比较一个人类像 其实不是悠长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往往唱歌 唱着唱着 可以想到很多 王杰对爱情充满恐惧 一身情路坎坷 好几段念情都无疾而终 唱出被爱情背叛的无奈心境 王杰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 是他和第二任妻子莫奇文的定情之作 我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是影响到我的终身大事 因为我刚开始我太太为我拍第一部MTV的时候就叫做 我能感觉你在说谎啊 那时候拍了那部MTV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喜欢这个女孩 告诉我什么叫做永远 因为合拍MTV相似两人面前迅速加温 浪漫的王杰当时还写了一首歌 只为重婚 太太 其实这些话都是我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所以他对这首歌刚开始我demo拿给他说他蛮熟悉的 其实拍这个MTV的时候心情应该蛮忐忑的 你也不想要他会不会答应你 我就是在这个镜头给他求婚 你是在耳边轻轻收了吗 我是真的在这个镜头给他求婚 所以他这个镜头其实他是真的哭了 他可能后悔不要嫁给我 莫奇文被感动之后 两人闪电结婚 王杰的父亲王霞也到处对儿子感情度的感慨 各位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看到新人了 就是王杰先生看到了没有 从他结婚这一天去我希望他一定更成熟了 从此以后呢应该多一点微笑 多一点欢笑把过去的阴霾全部把它消散掉 从今天起可能唱出更多的更快乐的歌 孤独浪子看似甜蜜的婚姻替自己画下感情据点 但两人的家庭生活却在五年后王杰投资失败 再加上个性不和走上一婚一途 甚至有八年的时间王杰没有看过自己的儿子 王杰的感情路就像他唱的歌一样始终没有结果 王杰说其实他在最红的时候也是最寂寞的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有很多人要找他吃饭唱KTV 或者是一口气就开了十几瓶Whiskey 吃完之后呢就把所有的账丢给王杰去结 一群酒肉朋友一哄而散 这种日子他过了十年午夜梦醒时分 他忍不住问自己人生真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吗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王杰对人生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热线追踪的节目现场 王杰的声音有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可以说是一位能够在华人流行乐坛当中磕下姓名的歌手 他沧桑的嗓音配上他沧桑的过去似乎是毫不小心 仿佛他只是把他的过去用一首一首的歌表达出来 历经了多年娱乐圈的沉浮之后 王杰坦言他对名利还有金钱看得很淡 他说这次在北京开演唱会之后 他想要消失一段时间真正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2010年北京演唱会这是王杰的告别演出 歌声依旧不过眉宇间带着憔悴 有一阵子王杰其实在唱这首《灵魂有座》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讲了说他刻意要把声音变得很粗 就跟他说他觉得声音高了然后眼前太坚 他想变成像Ross Duart 铁公鸡这种嗓音沙哑 有人认为王杰的唱腔变了 嗓音变了 劲巧也变了 但也有人认为王杰在歌坛打滚多年 经历过人生最风光的时刻 也看尽自己的大起大落 改变唱法只是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 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期的歌手 知道我爱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 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 在网络上发表的这首歌 王杰坦存自己的现状 回首过去十年自己在世界上得到谷底的日子 人类 说出入心水 却无力挽回 卸去的光辉 想飞 这一听是何对 才分不出是乃是非 很累的事是非非 把一切都追回 我知道我是个已经过期的歌手 Oh my God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 然后他可以甚至在舞台上 他就说 各位 你们还要来听我唱歌吗 我已经是一个过期的歌手了 你们觉得花这个钱不值得吗 这是他自己愿意说出来的话题 从歌名不难感受到王杰心中的一丝落寞 但是自嘲自己是过期歌手的歌 才放上网络一个月 点阅率就破万引起粉丝广大回响 他在内地有非常广大的子中的歌迷 甚至很多人是 其实我想想看王杰宏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很多小朋友根本 那时候还没有出生 他们是后来才去追捧这个艺人 我非常佩服 你想想看一个歌手能够吸引隔代的歌迷 你继续支持他 不管他现在的际遇如何 我觉得这是他的成就 多希望你能穿过我梦中的影子 来到我这里 多希望你能陪我度过那不自禁的夜晚 说一些我想要听到的诺言 王杰沧桑的嗓音 配合着他沧桑的过去 听来毫不矫情 他把内心的话用一首首歌表达出来 唱出足以撼动人心的沧桑 只要有一句让我感动的话语 我可以拨开一切跟你走 只要说你爱我 王杰的人生故事 看到这里真的是大起大落 从一开始他替身演员出身 甚至当过计程车司机 到后来的爆红 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他的感情路上 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还有波折 很多人喜欢用浪子来形容王杰 不过王杰自己怎么来看浪子 这两个字的定义呢 很多人喜欢用浪子来形容王杰 而王杰自己又怎么看呢 他曾经为浪子这两个字下了如下的定义 他说在我看来浪子是爱打包不平 靠自己的力量云游四海 但是中国人觉得浪子一定要回头 年轻时候的王杰 用音符为我们标记了许多特殊的青春记忆 虽然后来我们看到了他之前在北京的演唱会上 自我解嘲说他已经是一个过期的歌手 不过我们回想一下 只要现在听到他的歌声 那一瞬间还是可以回到过去 享受他曾经带给我们最单纯的感动 王杰的人生绝对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带给他的孤独他的痛苦 最后都淬炼出非常美好的音乐 让很多人共鸣 浪子要不要回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 这位浪子的声音曾经带给我们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大清舞台感动人生 请继续锁定 热心追踪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点 留在这里 那不是这样的游戏 我会不愿意 那不是这样的游戏